大家好,这里是书哥 今天的镜头有点特别 它首先吸引我的不是它的焦段 也不是它的画质 而是喷水的外观 我很少从一根镜头的外观去评判一根镜头 但是这根镜头和莱卡的外观太接近了 那镜头包装盒上就印有镜头内部的结构图 感觉厂家很自信的样子 仿佛是在告诉莱卡用户 我和你的完全不相同 镜头的设计有点柴斯索拉的影子 那索拉就是太阳的影子上 就是非常的明亮 那莱卡的35F1.4飞球面的镜头报价是6000美元 而这一根外观一样风骚的名将35F1.4 报价是450美元 和莱卡一样 它也有一片飞球面镜 但是两根镜头的设计的本质并不相同 没记错的话 莱卡的35F1.4应该是双高斯设计 那比较新的版本还带有浮动镜片 我玩莱卡已经是古代的事情了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改进 但是如果你想在微单上转接莱卡镜头来体会 德魏德国画质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就拿莱卡的3514来说 在索尼α7系列微单上的画质 真的是异常的拉跨 那名将的3514在国外的很多旁轴相机的论坛中 多次被提到大部分评价都是正面的 那很多射手觉得名将3514的锐度 可以媲美莱卡的3514的锐度 唯一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是 最大光圈时的射差控制的不够出色 其实莱卡的3514也就那样吧 但就数码拍照而言 射差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修复的 当然这些都是属于经典简单设计的镜头 不能把画质和完美无瑕的高档 微单定焦头相提并论 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种经典的设计的镜头 或者说老镜头 也就是经典镜头它自身的特点会更加的明显 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些特点当做瑕疵 我对微单大光圈定焦头不感冒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它们太完美了 没有什么感觉 喜欢出歌或者出歌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 和过去一样 我还是主要从视频的角度去探索一下 这根镜头的潜力 名将的3514是莱卡的M卡口 它的卡口开上去比较高级 里面有那种金色金黄色的环 而这个环应该是在旁轴相机上使用 实际镜头的对焦环和旁轴取景器 偶合同步的一种机制 盒子里还有这么一个螺丝刀 应该就是调整偶合机制使用的 但是现在的相机一般都有实时取景 和峰值对焦 放大对焦等等 而这些环的用处就不大了 特别转接在微单上的话 就完全没有用 镜头的遮光罩是方形的比较薄 遮光罩的上脚有一个开口 应该是为了不遮挡旁轴取景器的开口 而并不是装逼之举 那名将的3514非常小 和索尼的3514大石头对比一下 是不是感觉索尼应该减肥了 那镜头的滤镜四口是49毫米 光圈环是有极的 上面有凸起的波片 转动光圈环时就不容易打滑了 阻力也不错 那对焦环上也有一个很大的波片 并不能卸载 这个设计就有点无理头 对焦时手指 不能很好的使用这个波片 那体味不对 感觉不到有什么优势 但是对焦环是真的非常的爽滑 阻力非常好 对焦环的形成也不大 90度 整个镜头是全金属结构 这么小一坨重大400克 那外观就不言而语 红色小圆点 白色黄色的字体 为什么不弄个 黄色小圆点 红色白色的字体 差异性更大一些 才有自己的特色 但也就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特色 我感觉它的外观 极其的性感 你松下能模仿 我名将为什么就不能模仿 现在莱卡镜头在画质上 特别是在目前数码时代 力挺微单镜头的时候 除了外观基本上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手动旁轴镜头 普遍都非常小 上手的感觉很好 特别莱卡的镜头 拿在手上更多的时候 起到的是展示实力的作用 而不是高效的搬砖 名将的外观也延续了这些特点 已经有很多人问过我 这是不是莱卡镜头 我都会微微点头默认 觉得脸上有光 还有名将的3514的 最近对焦距离是0.7米 非常的遥远 但不要dis它 莱卡的3514也是0.7米 其实它们可能可以把 最近对焦距离做得更近 但是色差相差等等 可能就不在达标的范围以内 但是莱卡M卡口转接到微单时 存在这么一个转接环 它可以改变法兰距 一个可以增加法兰距的动态电圈 好像叫做什么微距转接环 当镜头和传感器之间距离增加时 就会上市无限远的对焦 但是可以增加最近对焦距离 简单说就是裁切了镜头中央的区域 但是这里裁切的是镜头的区域 而不是传感器的区域 所以实际像素并不会减少 这个转接环可以有效的减少 最近对焦距离 我目测了一下 我测量了一下 大概是0.27米 但是当名将的3514插到这个转接环上 使我感觉无限远的对焦的锐度堪忧 可能转接环有精度问题 但是不清楚是镜头卡口的问题 还是转接环的问题 手动头配转接环 经常会遇到这种法兰剧的精度问题 这根镜头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卖点当然就是外在美 插在比如说松下S5 这种比较方方正正的小型微弹机身上 看上去非常的和谐性感 关于画质 这根镜头的体积这么小 镜头这么细 光学暗角肯定是比较明显的 画幅边缘的虚化光点 有明显的猫眼形状 虚化光点的边界也比较明显 但并不算非常严重 我总觉得光圈全开时 它的背景虚化 仿佛算不上柔美 而且总感觉它的F1.4 没有我手上别的三五一丝那么虚 让人感觉这是一根F1.8的镜头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假象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只有0.7米 如果不使用可增加法兰剧的转接环 很难拍摄物体的近镜头或者特写镜头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感觉 就是它的背景虚化不足 因为离被拍摄物体始终太远了 比如索尼的35F1.4大石头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只有0.25米 一上来就能抓住美女的特写 一旦名将的351是用上了微距转接环 那大光圈定焦的味道就回来了 体积这么小的镜头 这么小的镜片 光学设计上肯定挑战不少 把最近对焦距离限制在0.7米 看来也是无赖之举 但是这根镜头有一点让我比较失望的地方 就是光运 由于我拍的都是视频 需要使用ND滤镜 我没怎么使用它的遮光斗 而遮光照 比如这里是F2.8的视频片段 光源并没有出现在画幅中 但是画幅中央有那种很严重的 像冲光的现象 虽然达不到见光死的标准 但是也基本上要挂掉了 况且这还是F2.8 F1.4的时候就更加严重了 但是你对着太阳拍 反而还没有这么严重的光运 这应该是在某些特定角度下 镜头内部镜片反光所造成的 我猜把这些不和谐的光运 是从镜头的侧面入色的 看来如果使用了遮光斗 应该可以阻断这些见光死的光运 但实际情况是 鸣匠3514的遮光照 也不能阻断这种中央冲光的现象 它的遮光斗基本上就是装饰品 太薄了 但我试了一下手 仿佛可以挡住这种矿式器官 看来想要完全摆脱这种灵异现象 你只有使用一个硕大的遮光斗 但是大部分时候吧 就像刚才所放松的那么多片段一样 在正常情况下画质还是不错的 在F1.4的时候画面的锐度比较一般 有一点点肉 而且感觉整个画幅都有一点点微微的色差 就像我用了后期的能镜效果一样 当光圈缩小到F1.8的时候 画幅中央的画质就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在F2.8的时候边缘的画质也会开始提升 那拍视频我常用的光圈是F2.8到F5.6的范围 那光圈全开使用高对比度的线条 在极限情况下就会出现紫边 纵向色差 如果中央对焦 那四角的锐度就会有明显下降 同时有比较明显的暗角 而且四个角落的纹理还会有一点点微微的紫色的重影 但中央又不会有重影 显然它还有一点点纵向色差 但看看这个镜头的长相 这些问题都是意料之中的 同时这跟镜头也有明显的统形形变 对焦呼吸也比较明显 但是作为Vintage复古设计的镜头 用在旁轴机身或者一些复古造型的微单上 拍摄一些比较艺术写实风格荣誉的照片 这些瑕疵都不会对内容表达造成影响 关键的是拿在手上非常的拉风 看上去马上就有了艺术家的非凡气质 那F1.4的大光圈和如此小巧风骚的外观 就是它最大的优点 就完全从画质上来说吧 这个镜头在微单上的表现是中规中矩 现代镜头的画质 不管是复杂设计的镜头 还是改进款的经典镜头 都不会对创作产生明显的影响 创作的本质 不管你是拍照还是视频 都得看你的内容 而不是这些华尔布斯的参数 不是这些细微的瑕疵 那这根镜头的唯一的明显的硬伤 就是冲光的光运 毕竟彩虹光运或者一些有形有序 可以预测的光运 很多时候可以被利用到视频中创造一些特殊效果 但是降低部分画面对比度的这种无法判断预测的光运 就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了 特别在最大光圈以下一直到小光圈 这种光运都是存在的 如果你想带一台小巧的微单系统去扫接 这真的是既有外战美 又不会让你破费的一个极好的选择 如果你的目标是莱卡的三五一四 你完全可以先试一试名将的三五一四 可能会让你非常惊讶 当然如果你真的有钱 我还是建议你直接购买莱卡 毕竟摄影是一门用光的艺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